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 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 不仅应该守法懂法 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 捍卫自身权益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 由曹骁和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 曹律师信箱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六晚上 9点到9点40美国西部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实际上应该是中国大陆的 现在按照下令时的话 应该是中国大陆的12点到中午12点到12点40的时间 我们现在的节目是全球各地的朋友都在收听 所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那么来到曹律师信箱 那么曹律师信箱的话呢 我们每期的节目呢 大概是这样一个时间分配 就是呢前一部分的时间呢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子过去这一个月 因为他这个我们这个节目是每个月一次 过去的这一个月 那都有什么大概方方面面啊 主要是法律方面的这些信息 那么主要集中在就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都是新移民 那么主要是移民政策的变化发展一些新的规定啊 这样的话呢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啊 那么同时呢第二部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如果大家有听众朋友有问题的时候 就把问题呢 就是有法律方面相关的问题啊 就会把问题呢发到曹律师信箱 那么这个曹律师信箱呢 你呢或者是发给呢 夏尔谷中文电台的电子邮件 或者是发给曹律师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这个电子邮件啊 info at lani.com 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啊 收到以后的话呢 那作为我来讲呢 一般呢星期五的晚上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个问题啊搜集好 然后呢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呢 就会做一天的准备啊 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 然后把这个大家啊 问题比较集中的啊 问题比较集中的 然后呢进行进行些回答啊 那么所以呢 今天呢我们就按照 我们的这个时间安排啊 那一般呢 它是9点20左右 有一个啊 有一个广告节目啊 广告时间 那么一般我们啊 今天啊 今天我们的广告时间之前呢 我们就跟大家汇报一下 这个政策移民啊 法律啊啊 法规这些政策的变化啊 那么后半程的时间 也就是9点20以后的话呢 广告回来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是听众朋友的 这个问题啊 好吧 那好 那过去的一个月啊 今天是5月15号 今天是5月15号 啊 那过去的一个月 距离上次 距离上个月的这个 第三个星期六 啊 这个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 啊 那这个一个月呢 变化其实还是有很多 啊 可喜的这个事情 跟大家汇报的啊 啊 那么第一个呢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 在二月份的时候 其实在拜登 拜登总统上任以后 他发布了一系列的 应该说是 行政令啊 总统令啊 那么在二月二号的时候呢 他发了一个 应该说是比较主要的 这么一个 跟移民政策相关的 这么一个总统令啊 他就说 就是说要 恢复 恢复大家呢 对合法的 移民体系的这种信息 然后呢 加强啊 强化呢 啊 这个强化大家这个 啊 就是说 提高效率啊 啊 然后呢 这个增加 整个这个移民制度啊 增加 增加整个这个社会啊 他的一种 啊 一种包容性 一种包容性 啊 那么所以呢 就是说在那之后呢 很多很多 具体的移民规定 其实都跟他这个 啊 这个移民政策 这个总统令啊 或者叫行政令啊 他其实呢 都是 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致的 那么过去这一个月里呢 啊 比如说四月底的时候 发布过一个 一个就是 应该说是总统令啊 就是应该说是一个 移民局发的一个 啊 确实的讲是一个 移民局的一个 啊 一个 一个 一个规定吧 一个规定 跟大家通知的啊 跟大家通知的 那么这个规定 大概的内容是说 说什么呢 他是说呀 如果 如果现在 你比如说你 任何你已经 已有的签证 那么进行延期的时候啊 进行延期的时候 如果是同样的主体 同样的主体 比如说 比如说吧 比如说你一个 当然他 当然他没有去的意思了 就是一个 H1签证啊 一个工作签证 那么原来呢 是同样的雇主 啊 同样的雇员 那么你 这个H1一般是三年有效 对吧 那么三年进行第二个 进行第二个 这个延期的时候 第二次延期的时候呢 第一次延期 也是第二个三年的时候呢 如果还是同一个雇主 同一个雇员的话呢 那么在 移民局在审理的时候呢 就是尽量呢 会尊重先前的决定 那它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实际上是相对应的 实际上是 因为在 就是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呢 发布过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就是说 任何一个延期 就刚才我说的这种 比如说H1B的第一个三年 到第二个三年的时候 这就是延期 或者是换身份 比如说从一个雇主 不是换身份啊 从一个雇主 换到另外一个雇主 这叫transfer 或者当然还包括 那就换身份呢 就是肯定是 比如你换到另外一个签证 那这是肯定要进行 认真的审理的啊 但是它说的是在延期 或者是换雇主 这种情况下呢 都要到拿 做一个新的 这个申请来处理 那么一个申请 新的申请处理的话呢 也就是说它审理的 这种严格程度 封方面面的 这个周到程度啊 审理应该说是 这个花的时间吧 就是对于我们 这个受益人来讲 雇主来讲 包括对于我们律师来讲 其实它就具体体现为 在一个案子上面 停留的时间 然后有可能会遇到的 就我们有可能 遇到的困难 也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准备的时候 我们绝对要当一个 新的案子来准备 那么移民局审理的时候 也当一个新的案子 来审理 所以你曾经 比如你第一次 申请H&B的时候 遇到的各种 各种这个补件啊 各种疑问啊 它这次 它有可能还会 重新会面临 还会重新会面临 那么现在呢 移民局这个新的 这个政策的话呢 等于是 如果是 同样的就是 雇主 雇员的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就会尽量 进入先前的决定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已经解决的疑问呢 它不会再重新提起来了 总的来讲啊 那么实际上呢 就会减少 审理的时间 那么从 方方面面 准备的这个工作站来讲 就会减少很多工作量 这个呢 实际上是提高了 这个工作效率 提高工作效率 它 这个也提到了 这个在 这个英剧发布 这个新闻的时候 也提到了 它也是和 这个拜登总统 2月2号的 发布这个行政令呢 这个政策 是前后一致的 也是增加这个 增加这个效率 增加效率 这是 这是一个 对 然后呢 有一系列的呢 一系列的规定呢 我觉得呢 虽然有点 听起来有点 有点 其实都很类似 但是呢 这个其实也是 针对不同的人的 而且呢 从我们这个 法律实践里面 就作为我来讲 在法律实践里面 平时就是我们遇到的 各种各样的问题 客人来找我们的 解决的这个问题 其实量是特别特别大的 所以呢 就是说呢 如果有的听众朋友 你不关心这方面内容呢 你可能觉得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移民局好像也在 不厌其烦的说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呢 这个涉及到的人 非常非常多 关心的人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是很重要的 你比如说 他5月7号的时候 移民局发布了一个通知 发布了一个什么通知呢 就是说 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 就是这个 应该说是国土安心局 启动了一个新的一个规定的 新的 启动了一个制定一个规则的一个程序 就是一般它制定一个规定的话呢 它有一个先是 有一个草稿 然后呢 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然后规定一定的时间 大家去反馈 反馈了以后呢 才能做出来决策 然后最后成为一个最后的一个规定 然后才能实行 最后规定完了之后 他一般还要再规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给半年的时间 或者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去执行 对 所以呢 2020年的时候呢 一个什么样的规定呢 就是说 他说呢 所有的 所有的申请人 还包括跟军事领人相关的人 包括他们的赞助人 都要求呢 干嘛呢 要求交这个 交求打指纹 这个打指纹 这个 这个 比较官方的称呼叫生物采集 生物采集 然后呢 老百姓的话呢 就说是管达要打指纹 打指纹 那么为什么 就是在之后的几个 几个这个规定 移民局的不停的公布的 几个规定 进入五月份以来 都是跟打指纹有关系的 因为现在这个打指纹 严重的影响了 整个的各种申请的进程 各种进程 那么所以呢 5月7号的 这个移民局的规定呢 是说呢 他要撤销 2020年国土安全部 或者叫国土安金局 想计划去制定一个规定 关于就是 所有的申请人 包括各种申请 到达指纹 包括甚至可能跟 这个就是申请有关系的人 到达指纹的这么一个规定 这个启动这个 制定这个规定 那么要把这个规定的 要撤销 那作为 我相信 就是作为所有的申请人来讲 其实对这个下 对所有的申请人来说 都是一个好消息 应该说 包括他们的相关人 相关人 比如说 比如说他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申请人 对吧 还有赞助人 对吧 这都是相关人 就当然不仅仅是当事人和相关人 还有一些个甚至是更加相关的一些人 都要采集指纹的话 这个应该说他会 他还是会影响特别多的 特别多的 应该说应养速度 对 那当然就是大家可能给你一趟一趟 跑去这个 跑去打指纹 而且尤其呢 从去年 大家也知道 从去年3月18号开始 移民局其实就是在半关闭状态 3月18号以后 应该说是到6月4号左右吧 移民局应该说是在关闭状态 除非紧急情况和个别的 个别事情还可以在现场去处理 那否则的话 其实是关闭状态的情况下 不能打指纹 所以呢 又堆起了特别多的打指纹的工作 那么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这个消息是个好消息啊 对 而且呢 就是说 根据我们的了解 有很多 尤其是自己网上申请的这些客人 他网上申请完了以后呢 他就忘记了继续跟踪他的申请在网上 那么其实网上已经通知他去打指纹 他没有去打指纹 就因为没有打指纹 就整个申请被拒了 这样的 这样的例子 赌不胜数 特别特别多 特别特别多 这个是从我们律所搜集到的信息 因为我们 我们就是 我们律所前台 专门有接电话的前台 包括有邮件的这种 就是各种要求 要求咨询的 或者询问的 各种问题 那么我们的统计的话 这个比例太高了 因为 比如说打 比如说这个 他当时旅游 他进入美国的 后来需要时间延期啊 因为这个旅行特别不方便了 有疫情了 对 结果有的申请一次 申请两次 那么每次申请呢 就是说的 每次申请他都有一个 他要交一个申请的 一个打指纹的费用 那么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就会有打指纹 然后有的时候呢 通知完打指纹呢 其实呢 又给取消了嘛 就由于 移民局关门 等到后来移民局 慢慢恢复的时候 他等到通知他打指纹的时候 又没有 又等于是 就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通知 有的人因为这个其实给影响了这个 影响了申请 事情被拒了 对 那么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说跟打指纹相关的 就是说 如果你打指纹去不了了 去不了了 然后呢 你需要重新定时间的话呢 原来呢 像我们都是 用邮件的方式 用信件的方式 电子信件的方式 不是电子信件 指的信件的方式 去给移民局 写信 说我们要重新 我们要重新去那个 约一个时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回不去呀 或者我因为比如说 我有什么什么事情了呀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 那么现在的话呢 他说 你可以打电话 去把这个时间改了 对吧 你想重新打 约打指纹的时间 那么这个电话呢 如果今天 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在 如果是在 在收音机前面啊 也可以把这 影响的电话记下来 18003755283 18003755283 来呢 然后呢 当然你需要把你所有的信息 手据啊 你当时申请的一些信息啊 对都拿好 然后他问你的时候呢 你要跟他讲 你就要说你 你要重新约打指纹的时间啊 对 当然了 你的原因呢 你的原因啊 要非常的 要正当的正当的原因 要正当的原因 然后呢 你要把你原来的那个时间 你密尽规定的时间 告诉他们 原来的时间啊 对 但是他如果是 他忘记了打电话 也没有记止制的话呢 那当然这个 在有打指纹要求的情况下 你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情 也没有重新约 那你的申请会被拒掉 这个 比较麻烦啊 对 那么结果呢 这个是 这个是说可以用电话 来重新安排打指纹啊 对 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这个是我们 客人里经常遇到的啊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就是像有的 有的公卡 有公卡啊 公卡是我们叫 我们叫EAD EAD卡 那么EAD卡的话呢 他其实拿到EAD卡的人呢 有很多种 类别 很多种类别 所以你要看那个 EAD卡上的那个 那个号啊 就拿个类别 那么有的类别呢 如果你 比如说你第一年的 你公卡 一般都是给一年嘛 那么你看到 一年快到期的时候 你要提前抵交 延期申请 那么有的公卡呢 提前递交了的话呢 他就有一个 就自动的 有一个180天的延期 180天的延期 就是说 你要是在 比如说你在 4月15号之前 你比如说你今天吧 今天是5月15号 在5月15号之前 5月15号那天 你的公卡到期了 那么如果你在 5月15号之前 比如说一个半月左右 甚至是四五个月的时候 你想递交延期 都是可以的啊 一般的我们说 三个月就可以啊 提交延期的时候 一定要在合理 在这个要求的时间之内 递交了延期之后呢 你有一个 自动的延期180天 那自动延期180天 也就是从5月15号 延期180天 大概应该算起来 应该是说 六个月的时间吧 那么六个月 那就到了 11月15号 你要算一算 180天 这个不是 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 180天 对你要算一算 但总之呢 就从5月15号之后 你要在只要在 应该要求的时间之内 递交了这个延期的申请 你就有一个自动的180天 但是有很多类别 没有这种福利 这个类别 比如说包括什么 比如说 H1B的员工的PIL 就H4 那么L1的PIL L2 对 还有呢 就是一签证的 这个一签证的人 他们在 在这个申请 这个公卡的时候啊 他看起来也是个公卡 也是 也是业业地 但他的类别 他那些类别 决定了 他的工作时间 他没有一个180天的 自动延期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 他递交完了申请以后 他要等着P 一直等到P下来 才能工作 所以等待的这个时间 他不能工作 这个就会导致雇主 特别特别不方便 那雇员当然也不方便啊 那作为雇主来讲 因为我是雇主 我这个 我有体会啊 就是你的一个员工 如果是中间给你说的 有三个月没有公卡 你说你是等还是不等 他这个 他马上这个 马上就P下来 随时随地要P下来 但他现在又不能工作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给双方的 带来特别特别大的不便 而且这个不便呢 有相当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什么 引起来的呢 是因为打指纹 就打指纹 所以呢 他呢 现在呢 这个就最新的 这个消息的通知呢 有相当一部分人的 打指纹是 就说等于是 不用去打指纹了 这是哪个 展大线的 H4的 L2的 E1的 E2的 对 还有 还有一些 但总的量还是 大概 这个就是 现在这些人 不用打指纹了 大概在未来的 24个月 但是呢 是从 5月17号开始生效 如果你现在收到了 要打指纹的通知 你还是应该去打的 这个都是 这时候生效的事情 所以 一定要注意 如果你在5月17号 还没有收到通知 对 然后呢 你如果是 5月17号以后 递交的申请的 这些东西都是 这些个人 都是可以享受 这个福利的 对 好 那么这个 也给大家讲 这些个 这些背景 那然后现在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 利好的消息 利好的消息呢 就是 这个原来的 这个所谓的 EB6 所谓的EB6 这个叫国际企业家 或者叫国际企业家的 这么一个特许项目 国际企业家特许项目 对 那这个是个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 实际上是在 这个 在欧巴马 任期的时候 在欧巴马 应该说是在 欧巴马任期 快结束的时候 批准的一个 批准的一个 应该说制定的一个 一个规定 一个规定 就说国际企业家呢 他其实呢 如果是做的是 创业项目 那当然要符合要求了 一系列的要求的情况下呢 他其实可以前前后后 有一个 甚至是一个 OK 好 现在是广告时间 大家先休息一下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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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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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九周年 我红的那个当中 挂上那个心 西雅图中文电台 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 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 义务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 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O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你现在 这个广告时间结束 我们现在重新回到 曹律师信箱 那大家刚才如果听了广告的话呢 其实我挺愿意听广告的 广告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 它也告诉了很多 当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听到了什么呢 我听到了夏图中文电台 就是马上到九周年了 时间过得很快 夏图中文电台 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呢 应该是6月25号 是它的创立时间 那么到今年的2月 6月25号呢 就是9年的时间了 那么曹律师信箱呢 这个节目呢 我非常荣幸 就是我作为曹律师本人 这个是跟着夏图中文电台 一起走过了9年的时间 也很感激苏小园台长的信任 感激夏图中文电台 这么多的义工 这么多的主持人 还有各位老师 一起把夏图中文电台 做这个平台 做得越来越大 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多媒体的 这么一个媒体 真的是觉得很感激 很感动 也非常的很敬佩 很敬佩苏台长的这种创业精神 也很感激所有的夏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 跟我们一起走过了9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呢 也有我们的很多的朋友 包括我的客人 也有从国内听到了夏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那么也希望你关注夏图中文电台 夏图中文电台 不仅仅是告诉大家的是夏图 我们美西北的新闻 包括全美的新闻 这边做各种这个消息 就新闻还是速度非常非常快 感激你的关注 那么刚才呢 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呢 过去这一个月里边 想跟大家汇报的 就是整个移民政策 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那么我有的可能说的多了一些 就是所以呢 时间就没够 我迅速的把前一部分 做一个结束 做个结束 然后呢 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了 这个国际企业 国际企业家的这种 就是应该说是一个许可 叫PRO 它不是签证 也不是绿卡 实际上是政府给的一种特许 然后有一系列的规定 这个是在奥巴马 在奥巴马在任的时候 最后快任期结束的时候 的一个公布的一个规定 那么为什么这个 现在这个 就是拜登政府的重提这件事情呢 因为在就是后来 奥巴马 就是政府结束以后呢 是参加组政府 上任以后的话 他有一段时间 他其实是国际安全局 想把这个项目 就是想要取消 这么一个规定 那但是呢 因为当时呢 联邦法院呢 等于就是把当时的一个延期 给制止了 就给停止了延期 所以呢 这个企业家这个项目呢 还在运作哈 但是这个 这个计划取消 这个 这个规定的 这个 我们叫 这个规则啊 就Role-making 这个程序的话呢 还是在 还是没有说取消 所以呢 拜登政府是说 我们取消这件事情 他那不但不但呢 就是这个在移民局的 这个移民局这边公布了哈 而且呢 现在还是在大范围内的 在宣传一些具体的做法 具体的规定 那所以呢 就是说呢 如果有这个企业家 这边呢 就是想在这边拿 就是我就是拿一个许可 我在这待着 然后我做 我想在这待着 然后做一个创业项目 其实就是做一个企业 一个新的企业哈 对 那么当然要符合一些要求 那么其实是可以考虑 申请这个项目的哈 相对来讲 还应该说还是要求不是 要求不是特别高哈 对 我个人认为哈 是可以尝试的一个项目 那么刚才讲的是 美国国内的这个 移民局的这边的情况哈 那么非常迅速的 用一两分钟 概括一下国外的情况 国外的情况呢 就是说呢 应该说是在 这个 国外的领事馆 国外的领事馆 基本恢复了正常 基本恢复了正常 这也是拜登丈夫 我看到他在不停的强调的 在4月份的时候 就是说 然后呢 在国外的这个 使馆的面试 速度是非常的快 非常快 那就是说 我们有点 我们有点应接不暇 就我们自己 比如说我们 因为是 我们是实践者 就是我们 我们是从业人员 就是 应该说是 就是 应该说一线人员 所以我们是非常清楚 国际国内的 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么就是 应该说领事馆 面试非常快 非常快 然后再一个呢 在财力担保 这方面的要求呢 应该说是 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 他把这个就是 大家也知道 把944 美国经济944取消了 那么相对于 美国经济的944的 这个就是 公共负担的政策的规定呢 那么境外的 关于财务对方面的 一些要求规定 原来也有一个表格 那个现在也等于 也是取消了 对也是取消了 所以呢 这也帮助了 这个速度 再一个呢 就使馆呢 全面恢复呢 有几个 就是利好消息呢 就是说 国际留学生 就几种签证 F啊 JA啊 M啊 这些呢 就是 现在签证 约得非常非常快 因为它使馆 就是基本上 全面开放了 就是约得非常快 约得非常快的话呢 但我这里想 就是想提醒大家 一下子的是什么呢 就是 国际留学生 原来有一些留学生呢 比如说 有挂靠行为的 比如说 有非卡打工的 对 那么有的呢 是 就是说 就是比如在入关的时候 被查到了 就没有让入关 对 那么也有的话呢 已经在美国境内 被查到了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呢 等于是把签证给撤销了 对 就这些个人哈 如果你在办 各种签证的时候 在 就是在 大使馆 大使馆 美国大使馆 你要认真的准备 要认真的准备 不要说 现在因为放开了 签证也很多了 然后呢 就是说 移民政策 非常好 然后自己 就掉以轻心 因为呢 对于每个人来讲 这个还是 都是非常严肃的 非常大的事情 签证 如果是 你以前 比如说 曾经被 就是 就迅速递解过 或者被签证 被取消过 各种情况 那么你呢 实际上呢 还是要考虑申请豁免 212豁免 然后呢 就是说 如果使馆被你批了 并不等于海关 一定能进来 所以要认真做准备 这是我想 提醒大家 在形势一天大好 因为很多国际留学生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就是说 哇 哇 约得这么快 原来恨不得 一下约到12月份 现在就是 速度特别快 但是呢 就是说 谨慎还是要谨慎的 这是想跟大家说的 一个事情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是我们现在赶快呢 进入呢 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我们尽快的讲 对 因为这些都是 我们的听众朋友 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 这个听众朋友 里面有相当多的 国际留学生 国际留学生 里面呢 也是因为 国际留学生 咱们国际留学生 学STEM的特别 STEM大家 学STEM的人 都知道STEM是什么 对 科学呀 技术啊 电子啊 数学呀 对 如果是留学生的朋友 和父母的话 你清楚一下 那这些专业的话呢 其实呢 除了第一年的 他们在毕业以后 第一年的实习 完了之后 他可以申请一个 额外的24个月的申请 啊 所以他其实 有一个三年的 一个申请 一个实习的实习期啊 实习期 那么这个 呃 所以呢 就是有朋友在问 这个STEM事情 需要注意什么啊 那我就迅速的讲一下 需要 需要注意什么 首先呢 如果你是雇员 你是雇员的话呢 你要注意 就是说你第一年的 实习 正常的实习 叫OPT的第一年哈 一般他有三个月的 失业期 如果你三个月 没找到工作可以 超过三个月的话 其实你就属于非法了哈 就在这待着了 那么STEM的话呢 他又有一个 格外的两个月的 失业期啊 所以呢 加在一起呢 实际上你的整个 失业期呢 就是150天哈 是150天的时间 对 然后呢 这个 另外你什么时候申请呢 你要提前 如果你想 实习STEM的话呢 你要提前 在你第一个OPT结束之前的 90天申请 如果你过了时间 不申请的话呢 其实你 你就等于是 把这个就等于浪费掉了哈 把这个浪费掉了 所以你要 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 还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说呢 因为你要实习STEM的时候 你需要学校给你开一个 i20哈 一个i20 那么这个i20呢 你必须在这个i20的 60天之内 申请 比如说你差快90天的时候 你去要了这样i20 然后你过了62天的时候 你去递交的 你这个STEM申请 那么你这i20 这个60天的规定 是不是就失效了 对 所以呢 你要一定要注意哈 那那种情况下 没有关系的哈 如果你发现了 你就赶快再 再从学校 要一个新的i20 对 这是你应该 注意的事情哈 然后同时呢 你要注意什么呢 当然你作为一个 一个就是 你申请公卡的一个人 当然你要注意 你的雇主是什么样的 因为 有的国际留学生 他就是 就是想当然的 就比较 比较信任这个雇主哈 因为这个雇主的话呢 他如果没有经验 没有去做研究呢 或者他是好心 想雇你哈 但是他可能 他不符合要求 比如说他 你要注意什么哈 要注意呢 这第一呢 比如说 比如说他这个雇主 必须叫e-verify 对吧 这样的一个雇主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他给你做training的 那个人呢 哪怕他是一个 是一个合同的一个 就是一个 工作人员哈 他绝对不能是另外一个实义生 这个实义生来了两年了 你刚来一年 我给你做 我给你做当那个 当培训的 这是不可以的 还有就是在 如果OPT 你可以比如有的 有的这个雇主 可以是就是 能配的 但是呢 你这个 这个 STEM的这个 必须是配的 他是这样要求 那么当然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要求 然后呢 就是那有 也有实义生说 我可不可以自己 开一个公司 我自己雇自己 这个如果是在 第一年OPT期间 其实呢 这样做呢 就是如果你第一年的OPT 然后你说我 塞尾 也不好 也就我自己雇自己 然后你做好 这个所有的记录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 细节要注意的 这个理论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STEM这种情况 就就不可以了 就不可以了 所以要去注意这个 好 那么就是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这个 陶律师新行节目 仅仅仅呢 是给大家的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线索 一个方向 然后大家去做研究 去跟 去跟自己的律师 去咨询 那当然你要 如果是在咱们西部 在华盛顿州 我很欢迎你 给我们咨询 然后或者在 在网上远程的 但是如果你要 在遥远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 特别好的一名律师 那你总是可以 去跟他去做一个 哪怕半个小时的咨询 确认很多细节 千万别把自己的 特别重要的事情 耽误了 还有就是说呢 现在呢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对 就是有一个客户在问的 这个是咱们 就是咱们的听众朋友 虽然没有问 但是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常见的 就是他在STEM 在市民期间 还没有批下来的时候 他换雇主了 你钱一个雇主 原则上就说 没有能力来雇他了 因为要付钱 然后呢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赶快 跟你的国际留意书 帮公室联系 应该就做一个 要重新递交一下的 这个一几个申请 我们要马上 跟国际留意书 办公室联系 好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因为 现在面试特别多 面试特别多 那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 自己的客人呢 包括很多咨询 这个 包括我看 就网上的很多讨论 都是关于 移民局面试 的问题 移民局面试呢 大家讨论的 第一个呢 都带什么原始文件 原始文件 移民局面试呢 就是不管是什么面试啊 不管是什么申请 第一个原则是什么 第一个原则是 你要对你自己 以前交的所有的文件 都要特别特别熟悉 所以因为 有的客人特别自信啊 他说这就是 我的实际的情况 我不用撒谎 你不用撒谎 三天前发生的事情 你还真的 未必能记得住 就说的 比如说你当时 在哪工作呀 门牌号 我也见到我们有的客人 他自己住的 住的门牌号 他真的记不住 包括他现在住的地方 他说他我刚办假 我记不住 然后移民官跟他开玩笑 说我希望你今天回家 不要迷路啊 但这个 这个其实一点都不好玩 作为律师来讲 作为移民官来讲 他都多多少少会 带来一些个 一些个担心 就是说这个是真实的吗 因为你怎么可能 记不住你现在的地址 你原来的地址呢 所以我的原则就是说呢 你一定要熟悉 你所有以前的文件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你所有原来的 以前交的文件 应该是他从各个角度问你 你都应该是 都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我不是说 不是说你要撒谎的问题 而是说你当时的情况 你要回忆一下 三年前甚至有多少时候 问你五年前的事情 五年前你在哪个雇主工作 工作了多少时间 做什么 有的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 咪里糊涂 然后再加上语言 有障碍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就是 要紧张面试 所以要对自己原来的文件 要特别熟悉 然后再给你以前 交的所有的文件 过去的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 就是由于疫情 耽误了很多面试 那么你要把你原来的 交的那些文件 如果有更新 一定要把这个 就是新的文件 带过来 比如说 比如当时税单 交了2018年 那么2019年的 2020年的 然后雇主信 雇主信 你可能已经 过去的三年 你可能已经换了 三个雇主了 对吧 那么你也要把你的雇主信 你要重新开一下 然后包括就 所有的你 所有你以前交过的文件 只要有新的文件 你要更新 如果没有新的文件 有的文件 是有原始文件的 比如说出生公证 结婚证 然后呢 就是这些东西 比较带的 带着原始文件 因为它其实 这是一个 核实原始文件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时间点 所有的面试 好 那面试里面 还需要 就是什么原始文件的 如果你 这是我是说 在移民局面试的时候 如果你在 移民局面试 有时候 他也会问你 比如问你 婚姻移民的这种 你当时是 什么时候见面的 类似这种 当然你可以记不住 合理的记不住 但是我是觉得呢 你为了减少 你的精神的压力 而且面试的时候 他有些词 他有些问答卷 有些词 那英文词 你未必 你未必能够懂得 就因为我们 比如说 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当时给的客人 是中英文的 一个问答卷 客人看到中文 填的问答卷 那么英文 人家问的时候 他未必能答得上来 那除了面试 除了公民入籍面试 其他的面试 其实都是可以带翻译的 那么带翻译的话 你一定要找到 特别的有 特别的有资格的 这种 就是有翻译资格的 这种翻译 这样不会耽误你的事情 对吧 所以呢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如果呢 在广州领事馆 那边面试的 就是说的 在中国国内 面试的话 如果是移民签证 也就是说 对卡面试的话 都是在广州领事馆 那么在广州领事馆 面试的时候的话呢 也一样的原则 就你要带 所有的这个 有原始文件 带原始文件 有更新文件 带上更新文件 把你原来的文件 交那套文件 你也带着 希望你也要熟悉 因为那些词 什么之类的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是在 广州领事馆 进行面试的话 你要把你的一个 叫864和G28的 那个原 就当时是NVC 国家签证中心时候 交的这种 电子文件 这个文件 是没有交给移民局的 它应该是 在你的律师手里 你要一定要找 你的律师 让之前 把你这些文件 都寄回国内 因为现在 邮寄特别不方便 特别不方便 对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职业移民的面试 职业移民的面试呢 大家也要重视 现在 极个别的职业移民的面试呢 就是有取消了 但是德海读书 现在还有 这个也是在过去四年里 职业移民 也是开始 开始有面试了 然后呢 485J 什么时候递交 485J的话 经常是在你 如果你在递交485的时候 你应该交个485J 如果没有交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在面试的时候 一定要带个J 或者你就算是交了485J的话呢 那么你过去了一段时间 过了半年 一般呢 他也会 就是 也还是要 在重新拿一个485J 485J实际上是职业移民里面 来确认你的 就是你的职业 你的工作还在 还依然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工作的 这么一个表格和一个文件 对 那么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非营利子的 因为现在呢 5月17号呢 就是报税 延到了5月17号 所以很多人有 关于税务的一些个问题 那我看到呢 咱们的心想里面 也有一部分 相当一部分人 在问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呢 因为还有一分钟 这个节目应该就结束 对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就是说 我问问 还有几分钟 对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今天 今天呢就 还有5分钟 今天呢就不展开回答 就说 他说还有5分钟 还有5分钟的话呢 就是这个 非营利组组 简单说一下 非营利组织的话呢 你想成立一个 就是我们叫实体 然后在国内呢 法利同仁呢 管他叫法人 然后美国这边 你可以叫 entity 叫实体 叫组织 叫公司 都可以 对 但是呢 你总之呢 这个成立这样的 一个实体的话呢 这个实际上是 就属于商业法律 这个是州法律 这是州法律 但是在 除了州税以外 就是除了州税以外呢 其实各个组织 一般还有 就是所谓的联邦税 那么在联邦税的 这个问题上 当然是 这个是联邦法律了 这是联邦法律 但是呢 这个朋友呢 就这个 咱们这个联邦朋友 问的是 他问的是 他显然是给 非盈利组织 有些捐款 有些捐款 这个捐款呢 他其实是关心 他有没有 可不可以享有 免税的这个福利 非盈利组织 不一定是 能够有免税的 这种福利的 非盈利组织 比如说 像我们很多组织 都是非盈利组织 非盈利组织 有它的存在的意义 然后呢 也有它的这个 各个各个方面的 这种 我们叫便利吧 便利 对 那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关于 是不是要交这个 就是免税的 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实际上是 就是完全是 这个联邦层面上的 联邦的税务的 这么一个规定 那么你自己呢 如果想了解的话呢 你要去查着 这个组织 是不是 这个具有免税的 这种福利的 对 当然你也可以问问 这个组织 这是第一 如果是他 说他的事的话呢 你让他给你这个 联邦的这个税号 就是包括 他确认他 可以免税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 就是规定的 这么一个税号 然后呢 你呢 同时呢 你也可以跟你的 会计师去问 如果 不清楚的话 也可以跟自己的 会计师问 如果 当然如果是 有这样的一个组织的话呢 那么 他是想要联邦 这个联邦 这个免税的 这种组织的话 那么应该是 应该是你可以 这个 当然他这个 对应率组织 即使是 免税的又 又有很多种规定 所以呢 这个 我认为呢 你还是应该尽量跟 自己的会计师 会计师商量 对 那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找一期 多谈一谈 这个 对应率组织的 一些个要求 那好 那就是说 今天呢 基本上 现在按着 这个咱们这个节目的话呢 其实还有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再想一想 大家还有什么 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我们 这个朋友里面 有可能会问到的 面试的时候 有两件事情 大家特别担心的 就是说 特别担心的 然后 经常讨论的 一个是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问题 就最后咱们说 这件事情 然后呢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 是什么呢 还有另外一个 是这个 比如有挂靠的问题 有挂靠的问题 那么 在共产党员的 这个问题上 那么你呢 就是说呢 我们的客人里面 很多都是 当时说自己 是共产党员 他当时没有解释的 有的 有的呢 就解释了 解释了的话呢 我也看了一些解释 看了一些解释 嗯 这个就是 在共产党员的 这问题上呢 实际上呢 他是可以 就是有 可以有一些个 有一些个条款 可以去解释 他的情况 跟一些条款 这个的话呢 每个人呢 特别的因人而异 特别因人而异 对 所以呢 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咱们这个 一个就是 大众的 这么一个节目里面呢 就是大家 还是要解释起来 要认真准备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 瓜靠的问题 对 瓜靠的问题的话呢 就是说 在你申请 在你申请职业移民的时候 就说呢 一般的他会 比如说申请Perm吧 申请Perm的话呢 或者申请485 他都会对你过去的 就是Perm的话 他对你工作 过去的工作经历 他要了解 对吧 然后呢 485的时候 他一般会问一下 你五年 你以前五年之内的 这种工作 都在什么地方工作了 对 那么如果你曾经挂靠过 这个所谓挂靠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单词 特殊单词 实际上就是说 你没在那公主那里工作 你在实习期的时候 你没在那公主那里工作 你仅仅是把名字 放在那儿了 你在你的service里面 就数据库里 学生学校的这个 数据库里面 是这么讲的 然后你没在那工作 其实呢 这个是违法移民法律的 那么有两个 特别有名的公司 已经被起诉 被定罪的 就是一个是F打头的 已经是S打头 对 这两个公司 对 所以呢 在这些问题上呢 如果是你有这种情况 也要认真对待 也要认真对待 对 那我们呢 就是说我们下一期节目呢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的话呢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 六月第三个星期六 应该是 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六 应该是六 那么节目快结束了 那么就是说 OK 六月十九号 六月十九号的时候 晚上九点 到九点四时 曹律师新乡 不见不散 希望大家呢 就是 在这个 已经就大家 这么很多人打疫苗的情况下 也还是要特别 注意 特别注意 保重身体 对 然后呢 我们再次祝贺 下周周电台 九周年 即将来临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 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